好,各位同學,第十一條了 The Histogram shows the time in minutes that a group of students spend on having lunch How many students spend 21.5 minutes? 用錯筆 21.5 minutes or more on having lunch 那他們應該用了多個等於21.5 minutes 的同學有多少 我們找回這個Histogram 裡面 找回21.5 minutes 即是在哪裏 你看到在這個X Access 它的21.5應該是這個位置 你問誰知道啊,sir 那你見到這一個是個class mark 這兩個是個class mark 這一個是整個class interval 才畫了一個bar 那我們去Label這條bar的數字 我們就用個class的最中間數字 就叫class mark 而我紅色讀了這個位置 就是兩個class的class boundary 那它的class boundary是多少呢? 就是剛剛是兩個class mark的中間點 所以我們就應該加上隨意 加上隨意 我們就找到它的中間位 就是這個 21.5 那這個就是21.5 minutes 的位置 的位置 那我們就看到了 21.5 那現在它要求的是 21.5 minutes 或多 那我們就應該看的是什麼 就是這三個class裡面的人數 我們看看這三個class裡面的人數是多少 人數我們就要看看 Vertical Assets 就是打動那支 那我們再畫一條橫線 再畫過去 我們就看到 這裡是每一個小格 就是一個人 那這個就是第八格 那這個就是八個人 那這個 這個 對回 那你找一把隔尺來隔 那就最適合了 這個是五格 而最後這個是三格 所以這個就是八 五 和三 那所以加上 就是八加五 三 就是十六個人 就是C 那是八個帳璽 那是個三個人 又是五個人 媽媽 也就是八個小學 應該是八個人 感谢观看